新家的新手指南任务都是什么 很多小伙伴最近都问我 说那哈最近新上线的这个新手指南 想完成这五个阶段的任务难不难呀 特别是最后这个头像框 很多小伙伴们也想拿到它呀 首先我说一下 这五个阶段呢 它不是说你必须完成阶段一 才可以领到阶段二的奖励 它是你每分别完成一个阶段的任务啊 就可以拿到分别对应的奖励 看到了吧 比如说我刚已经拿到阶段五的头像框了 现在呢 完成任务之后 同样的可以拿到阶段四的奖励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跳着拿奖励的呀 并不是说非要按照一个 接一个的这样来做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五个阶段的分别的任务是什么 因为你们有的时候 没完成前面的阶段的话 是看不到后面的任务啊 第一个阶段就是开启一个珍宝 这都很简单吧 投这两个头子 使用一次体验卡 这个体验卡的话 就是不管是抉择体验卡呢 还是皮肤体验卡 都是可以用的呀 还有一个发送一次聊天信息 这个就是不用你打游戏就可以完成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需要打游戏了 比如说使用一次涂鸦 这个使用涂鸦的话 在自定义和单人训练模式里面 是不能完成的 我试过了 还有一个就是 在天赋里面配置四次人格 这点的话你们应该都会了啊 发送一次战斗内的快捷发言 这个就要必须在游戏中才可以完成了 还有完成五个教学副本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老玩家他是自动默认完成的啊 阶段三的话就是完成一个角色推演任务 也是之前你们只要有推演任务完成过的 他就会默认完成的不需要在你去重新做了啊 使用三个不同角色参与战斗 这都很好理解的哈 然后完成七个副本 还有发送一次还有申请啊 然后阶段四的话就是更换 投像还有点赞四次完成十个副本 以及发送一次协会加入的申请 或者是创建一个协会 这些我觉得应该都不是很难 对于我们老玩家而言 如果对新玩家来说的话 好像的确需要花点时间啊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走一百步的脱离之境 使用八个角色 还有阅历达到两级 完成十四个的教学副本 好吧 这样的话整理算下来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玩家 想拿到这些奖励的话 大概需要不到一个小时吧 也不对 因为这些教学副本啊 和这种角色推演呢 比较浪费时间 我们是老玩家 如果你是新女玩家的话 应该需要大概一天 因为刷这个角色推演呢 比较占用时间哈 好了 那这些奖励你们都拿到了吗 感谢关注志愿男孩 我们下周见 底文哥加油 拜拜